我們現在來做這個檔案 這個 因為老師剛剛已經錄過一遍了 結果那個程式只能錄一分鐘 我們現在來做這個 圖片在這裡 有一些尺寸沒有標示出來就算了 你們自己用自訂的 我們先來做一個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先從 最上面的 木板開始做 好 記住同學一定要平行投影 如果你是用 這個 線上軟體 記住 線上軟體的 那個平行投影 糟糕 我們等他一下 線上軟體記住都不用設定工具列 因為他都產生在這一邊了 只是 如果你是要等腳 這邊 喂 你們兩個啊 用用的啦 不要在那 弄我用手機子 快點啦 我用好啊 好 用好去睡覺 我們先來設定這個 我們先來設定這個 60 記住 60 豆點 42 好這裡尺寸沒有標示出來 我們就自己標 好 有兩公分好了 好兩公分好了之後 你知道我們現在畫底下這裡他也沒有標 好我們就 這裡記住喔 這裡這裡要 兩公分畫一條線 我們就是在這裡再重畫一條線 有兩公分 好他這裡就會產生一個點 其實是 他又這裡 這裡又重畫了一條線 所以我們這裡再畫過來 好這邊 我們 一樣4公分好了 4 好再畫過去 好這邊一樣 兩公分 4 都畫一條線過來 我們都長出4 長出4 好來喔我們這裡有一個倒角喔 對不對 好倒角喔我們不要 我們這裡往 好 往出4 好這裡往下一公分好了 好這邊往下兩公分 往這邊兩公分 好我們這裡就各產生一個點 好把它畫過去 有沒有 好前後都一樣喔 這我就不要一個一個畫了 你們自己畫 這裡再畫過來兩公分 畫過去 消過去 好 你們自己畫 好再來 再來 我覺得很快 是不是 糟糕 好這裡 兩公分 這裡一公分 一公分 兩公分 六公分 好嗎 三公分 5公分 三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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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分 三公分 三公分 好,再來齁,我這裡有一個角,就四公分好了 齁,跟他 記住喔,這裡要產生紅色的線齁 齁,這邊也一樣 齁,四公分我們剛才有 輸入了,所以他要自動幫我們產生四公分 好,往下 他這裡是七十七嘛,齁,我們用這個來量 記住,你就這裡 選到這個點,這裡選到這個點,拉 齁,他這裡是六公分 所以我們往下 下 七十一公分 齁,下七十一公分 啊 現在七十一公分 現在七十一公分 哎呀 嗯 這什麼 嗯 怎麼輸入不進去 好,我直接用對的 好了,再來,我們畫這個橫桿 這個橫桿,它是4,43嘛 好,來,因為這裡沒有標示它多高,我們就用10公分好了 發生什麼事呢 好,可以了 好,好 畫過了 好,這個一樣,它是高3嘛 所以,高3公分 直接畫過來,對到這邊 好,一樣,10公分 畫一條線過去,這裡再畫3公分 好,常用的數值 它都會幫我們保留著 好 好 這裡有一個橫桿 好,這裡有我們30公分 好,畫過去 一樣,這裡3 好,用輸入的 好了,之後 換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小的 好,小的來,注意看喔 我這抽屜定15喔 這個 往下畫15 唉唷,習慣 往下畫15 嗯 對不起,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因為喔 它本來這裡就是一個封閉的造型 結果 我們現在補畫一條線 任何一條線 它就認為你這裡要畫一個面 所以來啊,這裡15 好,我這裡其實有畫了 好,把它刪掉 好 這一條線還在 好,來,畫過來 再來 再來喔 因為它比較短 來 我現在要教同學一個 我這個是3 因為我又畫了一條線 所以它又把我封閉起來 好,來喔 好了 好,我現在這個要變小喔 你當然也可以這樣子 我這裡畫一公分 畫一下 這邊再畫一公分 這裡再畫一下 好,可是這樣子比較慢 好 好 當然你可以慢慢畫啦 好了 這裡畫出來了 換這一邊 照剛才那個畫法 再畫一次 好,這邊過來 這邊過來 這裡再畫一公分 好 畫一條線嘛 這裡其實是兩公分 再畫一條線 好 再把它畫破了 好,這裡慢慢畫 這樣子慢慢畫 我這裡就不畫了 好,再來 我 這裡應該有三塊板子和底板 好,來喔 我現在畫三塊板子 好,一樣 這裡其實是兩公分 所以我這裡只要0.5 這邊0.5 好 往上畫 一條線 記住,我有時候 你沒有辦法看到上面 你就是 給我再示範一次喔 這裡點一下 好,往上移 混輪按住 就可以改變視角 好 有沒有 好,這裡就可以畫過來 好 善用你的滾輪 好,這個板子 就畫好了 再來這邊一樣 好 對這邊畫0.5 好,你可以看 0.5 因為我們剛才有用過 它會自動幫我們保留0.5 有時候因為這個有終點 不好畫 所以你把它放 放大看 它就自動對了 好,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因為你這裡多一條線 把這條線插掉 你才可以一次 弄過來 有多餘的線 等一下都要把它插掉 像這個有多餘的線 要把它插掉 知道嗎 好 好,再來 其他我就不畫 你們自己再畫 好 再來這邊 會有一個 板子這樣子過去嘛 好 我這樣往下一樣一公分 好,一樣畫過去 好,記住一定要紅色、藍色、綠色的線喔 好的 把它拉過來 好,有時候它會先靠其 某一個點 一樣繼續往前拉 拉到最前面嘛 對不對 你這板子要跟這個 可是這裡怎麼有一個縫隙 好,這縫隙 你要特別注意喔 你這裡看不到這個面 這裡有一個面 我們把它拉過去嘛 好,來 先我教同學 好,我們先把這個面 點右鍵 隱藏起來 好,這個面 點右鍵隱藏起來 它有兩個面喔 所以我選到這個面 再把它 長出來 長過來這邊 有沒有,它就合起來了 合起來之後 記住 這裡有一個 編輯底下有一個 取消隱藏全部 有沒有,這裡就取消了 你這裡就跟它合在一起了 這條線把它delete掉 有沒有 這裡就 OK 所以這邊也把它補起來 知道嗎 其他就你自己做了喔 還有椅子也是自己做喔 好,OK